这四个人之一生 近期一切法都绝对没有办法离开果报夜感 这四个字 所以不管是父母儿女 其实都是自信夜感召来 虽然今生在相中为父为母为儿为女 那其实都是在当下 与你现前夜性之中都居如是现前夜报而已 所以父亲一向在你心底深处与夜感当前 他不过就是夜性的种种父性上的呈现 这个父性的性就要用那个姓氏的性 一个女一个神 表示你就是从这些夜感之中因父而起的 所以你在梦中梦见你父亲往生之后 你刚开始梦到的是他不在地狱 也表示你在闻到佛法这句阿弥陀佛之前 你那一内心已经不是一般众生的沉沦 所以在梦中骗许你父亲不在地狱 但毕竟还是大病 这些根本众生的夜并委托 所以还卧病在床 你再多次梦他 然后劝他念佛 他都不肯答应老实训练 其实那就是你 现前在心底夜性之处 你一直在回绝 一直在回避的自身的根本夜感面貌而已 所以你说要如何度负 就在你在梦中之中 看到你父亲的种种推脱开始 你就要知道那就是你潜在意识里面 你念念不肯面对的根本夜里 如果是这个夜里自己未消 将来生中生生世世父母宗亲 都还是如是抱献而已 像你真的发大笑思心 那不是你叫他念佛 他不念你就不再去梦他了 不想梦他了 而是你看到梦到他 他不念你要知道原来 你当下那一念心中 你若是肯于自己承担 自己在自信里面改变你 潜在意识夜感的复兴的造作 那无量解来 成于你在世间上夜感抱现 为父为母的这一些中心眷属 他都能够随你应念得托 因为引于你为父与你为母 就是在这个夜感上面的所谓的父母 你都能够自己 自己都能够惭愧忏悔 在自信之中去念念之间 肯于去面对自己心底最深处 那无量解来的父母 过去你梦到他们不肯念佛的那年心 他也应念得托 所以才会有说一人成道九足升天 这是真实不虚 因为你不知道那一念心中的愿力 因为本来就是业力所迁 这业力转变之时 所有的一切业力 他去念念之间 他就有所突破 有所必要转还 所以你说不再为父亲 不再去梦父亲了 这是你解释错的地方 你可以要去梦 那也是惯例乱神 无意间的梦到 那也不过就是 在你自家心头之中 还有一种善业功德 不断的提醒你而已 但是你要是解释错误 那这种提醒 那反而会造成更多的 世间的业力成就 譬如说不孝了 譬如说这个 不知道打字 那个自心自心打本了 智心 这个智就三点水那个智 你要这样去思维的 所以你要肯定自己 现在要好好念佛 环抱 精神父母 无量节来的一切父母中亲 因为有你的转变 希望在你这一点之中 业力海中 他能够整体 都能启成将来 菩提道上的无上功德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